这个浦北,浦北小农小屋 老师,他有传图片,你看他的蒜苗 哇,都这样黄黄 黄黄的,实在是 他说,先在拜的末米嘛 像你早上说的,昨天一大早有下雨 落后过后,再去是没事情 他博又变成这样 所以他说,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过去十天,又六个月了 是不是还要再做一些药物上的防治 嗯 嗯,这种是这样,就是说 差不多到它生长,我们算是一个生长的末期 所以本来说,当然,我们这次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落头,我们尽量这个药物 不要让它太早炒大去 因为药物,如果太早炒大,它就大得不起来 那算是大概 它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时间 就是说,我们在栽培的时候 啊,他一直 要怎么算,差不多 又如何 啊,他也是要 差不多一百八十天左右的 一个生长的周期 就是说,啊,基本上 它的一个这个 啊,生长的期间,差不多要有 到备可以考 有的,当然,你以前的一段 也有一个很差 但是呢,这个八百天 差不多是一定会 啊,我们在算这个八百天 那一段时间是怎么算 哦,脱筋出来开始算 你不能说,我静下去 那一段开始算 有时候你静下去 你因为你扎静 这扎静 这个扎静 因为叫没工 所以扎静 扎静到脱筋 有时候要静下去到脱筋 那个时间呢 啊,可能超过三十天 太扎静 所以脱筋起来速度很慢 所以,啊,你说算 这样,你把这个 这个头筋 就算三十天去 啊,然后你算八百天 啊,八百天 啊,八百天这样呢 其实你是差不多 八百五天 八百天 八百天要买 但是呢,它的头 可能就更紧 很紧 紧紧 啊,那个 啊,那个蒜头 那个外面的皮 水分都要更紧 啊,那通常是 较不容易 那样好啊 啊,所以呢,一般来说 如果说是正常脱筋了 六个月,你再十天 就差不多八百天啊 这应该是没有更多的 朋友啊,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 啊,它开始慢慢慢慢 它的这个老业呢 啊,因为它的一种生长 已经较老了嘛 所以,啊,正常的一个 这个黄化 因为不再吃水了 所以,它通常会慢慢慢慢的 翻误啊,啊, 啊,再來应该是 要留下它靠得更多 因为在要采收了 啊,所以这没有,应该是 不再去做一个这个方法 但是,如果你如果是 这个扎政,啊,算扎下去了 整个月更多 啊,你,如果这种政行,啊, 那一个月,其实是 不算成定的期間 所以,你现在也是 差不多 大概八七天 再靠着头扎 30天,差不多八四天而已 刚刚好,落头 夾球夾一分了而已 所以,那一阵呢,啊, 会有一点点差别 这阵,我们就有需要 朋友啊,啊, 就是说,它可以尽量把它拖掉了 因为到这个月期的时尊 哦,温度慢慢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啊, 啊,温度更高 哦,还是各种的节节 原因啊,所以,有时候 就更容易有一些,这个,这个, 啊,这种,就是说,因为 末期的抗性就已经 较少了,所以,啊, 你说,它是,这个,这个, 正常都会三星,哦,真的是 但是,読for了八一天就是说 真正常啊,这些改双的呢 啊, 啊,一般来说但是都会对啊,啊, 就是说,啊, 确实这个问题 就是在那里,就是说, 它这个,啊,这个,啊, 就,啊,就更容易呢, 算时间到,它, 本来就会黄了,哦 就是,它本来叶子就会稍微黄一点点,啊, 所以,啊,这也是不必要,哦, 所以,啊,啊, 因為就是剛才我說的那種情形 因為你種稻 種稻 當然他的頭也很適合 所以我們可能他的腦筋病 尤其這個月季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雅脫民 跟童幼妹打垃圾 這兩棵藥結結的 有的人說要慢 雅脫民進採採採採採的就好了 這也是可以 就是說要採收了 但是如果是剛才我說的 那種情形 就是說其實他的行動 因為我們在玩百八天 一般來說要為他拖採 你看這個行林有留在拖採 這頓180天 這這樣算起來是比較合理 所以你稍微知道一下 如果是有日早有夠 應該是一個正常的歡迎 也不用太在意 差不多就可以來這個 算很簡單 不用再用油 所以這個時間你自己要稍微調整一下 嗯 就算很簡單 就算了 你不可以來這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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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